二王庙建筑群坐落于都江燕 临江东岸的玉垒山路 是青城山都江燕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的灰塑以川西川南地区的较为突出 其中都江燕二王庙的灰塑可称作成都平原灰塑的代表 为开展灰塑工艺的研究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传统建筑工艺课题组 跟随灰塑匠人陈淑群来到了二王庙 当年我和我们师父与志成的时候 就在这儿做的五花蓬寿 中间这个就是龙炮柱 都是我们在这儿整理 灰塑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瓶塑 五雕 圆雕 一般的风险根据题材搭配不同的温度 生洁一般就做熬煤 带头子一般就做花坑 烧锅一般就做卷草 装备一般就做浓土水 陈淑群 都江燕有名的灰塑匠人 他口中的灰塑是以石灰 竹子 矿物颜料等为材料 存在于建筑屋脊 墙面等部位 兼具结构和装饰作用的传统雕塑艺术 我十五岁就学徒弟了 跟着我的师爷于智诚 在二王苗青城山建佛宫 几个项目住了以后 我的基础就打扰了 然后我就自己出来住了很多灰塑 陈淑群的师爷于智诚 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灰塑匠人 当年陈淑群学艺 智灰 塑骨架 塑形 上色 每个步骤都需要从头学起 如今 新环境下的年轻匠人们 仍在一件件灰塑作品中精炼手艺 白强是陈淑群的徒弟 现在他干起了工程管理 组建了自己的施工队伍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 为灰塑传承尽一份力 每逢接到新活 他总会第一时间找到师兄弟们 小周曾求学于美术学院 在陈淑群的众多徒弟中 他能写善话 能设计会制作 是年轻一代灰塑艺人中 少有的高手 石灰塑作灰塑的第一步 这里面有不少门道 他用快灰 鱼儿灰 浸泡发指 不能用现成的石灰膏 发指的过程也是很有讲究的 第二步来是帮杀国家 对于装备等其量大的 造型负责的灰塑 起到现在地上刻画出一个基本能力 将尺寸可以的摆加剂 结局至相应的常用 弯曲摆放成幸福 用麻 浪杂 第三步来是木灰塑形 有分为粗杯 塑形 木面 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使用的灰都不一样 粗杯用头灰 塑形用面花灰 木面用维子灰 最后一步来是上色 上色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将颜料 温入灰中搬云 另一种是在奥化的牛皮脚中 搬入颜料 图木上色 灰泥被覆盖在骨架上 出具出形 灰塑并不只有灰 根据建筑的功能和等级 灰塑的纹饰造型 构图用色 均有所不同 庙宇 祠堂 会馆等建筑灰塑 用色艳丽 而民居灰塑 则以淡雅的灰白色调为主 灰塑是手 脑 心的结合 最高境界就是随心所有 我做的每件作品都是多业无二 灰塑一般是在屋顶上住 很危险 四五十岁我就没有住了 如今 学习灰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这门手艺的传承存在断档危机 但一些年轻匠人仍在坚守 他们希望这门古老的记忆 会逐渐复苏 我希望自己在扎实地掌握技术 后能做一些创新 我想写本书 让更多人更愿意来接触 我们这么熟悉 以前我们学手里 是在师傅家 天天太多大足 跟到学 我们手里人 只通过足才能有张家 我希望就到更多的项目 给年轻匠人有更多的上手机会 让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对于灰塑这类需要高空作业的工艺来说 技术退化 工匠断层尤其严重 灰塑匠人寻放困难 在各方的帮助下 我们找到了一些记忆精湛的师傅 将他们的工艺完整地记录 同时 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分析 我想这样的研究也是一种传承 一门手艺如何传承 白强仍在不断组织更多的灰塑匠人参与项目 小周在钻研记忆的同时 构思新书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依然孜孜不倦 从未停止探寻的脚步 陈书群师们三代潜心从艺 专到首先研究者们想以计时 开金带后 传承让灰塑 绽放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